我是来自北京的 我叫妮子 我现在是这个房子的主任 瑞华庭院的主任 我是2013年10月份 然后来到这个阳朔 然后无意间走到这个村子 这个村子的田园风光 和这个村子古老的宁静 一下就打动我了 然后当我走到这个破败的院子里头的时候 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一下就把我抓住了 看到这些残破的墙 破败的木头 然后那些残留的雕花板 我觉得它特别特别的打动我 我就觉得说 如果这个地方属于我 如果这个地方把它恢复起来 那是一种特别特别美的东西 我觉得说我这个初衷 现在想起来 它应该算我那种梦想 亦或是梦想里头的精神家园 因为人都是有一个理想 或者说我的梦想是什么 我觉得那个可能 当我走进这个破院子的时候 我觉得它就是一个梦想 它好像就是我心事中撞到一个梦 虽然它很残破 但我觉得这个梦里头有美好 有田园风光 有安静 有宁静 我觉得它都存在 然后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 在盖这个房子的过程中 我不光在还原这个房子 我觉得它对我最大的收获就说 它在改变我 其实改造房子实际上也是改造我的一个过程 也是重塑我的一个过程 真的 我觉得这个过程对我来说是难能可贵的 在这个过程中我知道什么叫尊重了 什么叫取舍了 我觉得这一切一切都不是我的功劳 或者我只是其中的一份子 我觉得我要感谢这里以前盖房子的人 因为这个房子有两百年的历史了 就在这座房子里出生 一直到现在 我已经六十四岁了 在这里已经就住了六十四年 在这座房子里 从小到大都在这里生活长大 在这座房子的关系是很密切的 那个时候是分给我 是一个官僚吧 总督府 总督吧 也是一个总督府 打倒总督 打倒官僚的时候 最后就分给了我们 分给了我们 我们就在这里居住 我也在这里出生 今天看到的是所有这些房子主人 一起努力的结果 所以我真的觉得说 这个房子最好的物品 这个院子最好的物品是房子 最美的设计也是这个房子 我觉得说 在这个房子里头 每一块砖 每一块碗 每一根木头 每一个分岩 每一根草 每一根木 它都是最好的物品 都是最美的 我的父母生我有四姐妹 我最大的下面有三个妹 他们长大了都出嫁了 因为我 因为我 人生的丑吧 连 哥伴也找不着 一直到现在还是一个人 就是因为还是一个人 过生活 哎呀 哭也哭了 好也好了 那个时候 说了生活 我是说不清楚了 一直到现在 自从一直到这里来把它维修好 他说大哥 你能不能到我这里来 你能不能到我这里来 帮我管理管理啊 我说行呀 就这样答应了他 答应了他在这里过的生活实在是很好 很幸福 每天跟他打扫卫生呀 养养花呀 兜兜鸟啊 就过得这样 好像是无拥无虑的生活吧 也无尽无挂 我觉得这个房子通过我的改造 它应该可以再延续一百年 那它就变成一个三百年的历史 有三百年的房子 或许三百年之后又有人去改造它 又有人去修复它 它会变成四百年 历史传承就是这么一样 一个人一个主人 一代一代的这样传下去了 人性目也有人制度 也有人嫉妒吧 他说你到这里来 所以把这里开发了 就引证了外资 很多游客到这里来 肯定对这里的今日 是有一点改善 但是大多数的人都还 还有一点担心吧 就是说你到这里来 搞这个店 有不有盈利呀 能不能赚钱呀 这些当前也有 后来在这个村子里待的时候 慢慢了解这个村子的历史 知道这个村子是在唐朝就有了 那么它以前是唐朝的一个老县城 所以这个村子的名字叫旧县村 就是旧县城 后来改变成一个村落 它叫旧县村 旧县城 是有很远很远的历史了 它从 什么年代 清到这里来我也不知道 反正 我们这里叫旧县村 所谓的旧县村就是 在唐代的时候 在这里历过了县书 因为水路不通 就清到了阳朔区了 在修这个房子的时候 我没有想那么多 但是这个墙已经有两百多年的历史了 当你触摸这个墙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说 这是两百年前的故事 我瞬间就可以穿越 可以触摸历史 可以触摸时间 哎呀 我觉得这样子特别特别的打动我 所以我就修了这个房子 在这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